沟通不良 伤感情 话不投机 惹怒气 有关系 就没关系 哈喽 我是Kevin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关系 就没关系 在上一集当中 我们邀请到MOOC 这位20岁的大学生 来跟我们聊了他的一个 交往九年的好朋友 那聊到最后面 我在想说 这样的一个跟他的朋友 这么好的一种互动方式 到底跟他在原生家庭的一个模式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最后他跟我们大家讲说 好像在家里是比较多的冲突 所以我们这一集又邀请MOOC 来到现场跟我们来聊一聊 今天我们可能会更多的 更深的来认识他的一个成长的历程 MOOC 请跟大家问候一声 哈喽 大家好 我是MOOC 是 MOOC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你愿意可以分享的部分 来聊一聊你的原生家庭 大概有哪些组成的分子呢 好 我家的话就是我爸我妈 然后还有一个大我七岁的哥哥 七岁哦 对 所以想象一下他已经上小学了 你才出生 对 OK 所以当你小学的时候他已经是 小学的时候他就已经高中大学了 高中大学了 哇 那就是一个大哥跟一个小妹妹 小小妹的这个概念 好 那可以稍微描述一下 那爸爸跟妈妈的背景吗 他们大概是在做些什么 我爸是 坐在公司的那种工程师 然后是主管阶级的 主管阶级 OK 然后我妈妈是高中老师 然后很巧的是 刚好跟我高中是同一所 你那时候没有故意不要去填他的学校 没办法 成绩就只到那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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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曾经有一个双重关系 就是同时是母女 然后又是学校的师生 对 有被他教到吗 有规定说不能被教到 所以还是有注意到这一点 对对对 但是还是很难 很难逃说那个阴影 对不对 没错 因为我们之前也访谈过 我们有一位这个 颜寸他的 他的这个妈妈也是学校老师 对所以 所以这个状况我们还蛮清楚的 好 今天来听听看Mook Mook 那你在小的时候 你还记得你在家里面的那个 你记得那个印象 就是在你的小的时候里面 你感受到那个家庭的氛围是什么 感受到的氛围 其实是就是常常被拿来跟哥哥做比较 因为其实哥哥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就高中大学都考上第一支援 然后现在出社会也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外商上班 所以从小到大你前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榜样在前面 对他们爸妈可能就会说 你哥当初考高中的时候是怎么怎么做的 他当初考大学怎么怎么做的 那你也要不要像他那样做 如果哥哥的这个做得不是很好 那就算了 可是在这么优秀 这么表现那么好 都是第一支援的情况之下 我在猜你那时候真的压力是很大很大的 对 那我们用一个比较客观一点的一个描述 因为在心理学家里面 有一个叫做Dr.David Olson 他曾经提出一个原生家庭的关系图 那在这个关系图里面 他有两个主要的轴 一个轴叫做这个弹性轴 它这是Y轴 Y轴是一个弹性轴 所以越往上面代表说 你的原生家庭给你的弹性是越大的 那越往下面呢 那个给的那个弹性就是越小的 那X轴呢 它是讲一个亲密轴 这个亲密轴呢 越往右边轴呢 就代表你的原生家庭给你感受到的是 越加了亲密 亲密感越多 那越往左边走呢 就是感觉到亲密感比较不足 甚至到一种疏离的感觉 所以我想问一下木克 你自己回想一下你小的时候 刚刚说的那种感受 你觉得原生家庭给你带来的一种 一种整体性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描述 你会是选择你比较是落在 刚刚的右上第一项线呢 还是左上第二项线 还是在左下的第三项线 还是右下的第四项线 可能大多数的时候是在第四项线 第四项线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亲密 但是呢是比较掌控的 对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你可以再多一点描述吗 可能主要还是课业部分 就上大学以前 他们会对课业蛮要求的 就甚至可能会连我读书的方法 都要一直管控那一种 可是有时候就是算是有点小叛逆吧 他们越想要我读书 我就越不想要读书 是 可以想象跟理解 因为哥哥这么的优秀 他们一定觉得 我们过去做的太成功了 所以一定就要你 要求你照着这个模式去走 对 对不对 对 但我就那时候会觉得说 我就不想读啊 所以你记得你几岁开始叛逆啊 好像国中要考会考的时候 就那种感觉 就那种感觉 对 而且刚刚有说到就是高中的时候 跟妈妈是同一个高中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 有点小恐怖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断考可能考三天 然后第一天考完试 然后回家可能再复习 第二第三天要考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已经撒大叫 说看我第一天考的成绩了 或者是因为同时 他的同时就是我的老师 想要问什么 都可以直接去问那些人 然后就 都不敢做什么坏事 所以真的 如果我们听众朋友 有在做老师的妈妈或爸爸 你真的要知道 你对你的孩子 这个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是 让他在 你跟你是同个学校里面 他的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直二交的 这个概念 不然就算他们不想要这样 可是很自然而然 有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种 态度跟行为 所以对你造成的那个压力 跟阴影真的是蛮大的 对 可是我很好奇说 你会选择在第四项性 就代表说 虽然虽然他们是采取一种 比较没有弹性 比较掌控管控的一种方式 可是他们却给你的是一种亲密感 对 可能就撇除课业以外的事情的话 就可能会聊一些其他烦恼 或是提出一些意见 他们不一定会很认真去听什么的 或是会给出什么很实质的意见 也不一定 可是至少他们还是愿意听的 我就觉得这样子还算是有亲密感的 OK 所以不一定是要给你什么建议意见 或者是帮你解决 可是重要的是他们愿意去听 对 愿意去让你把你的一些想法跟感受 可以说出来 对 虽然说真的有时候说出来不一定有用 对了 对 但是至少让你感受到他们 其实是在乎你的 对 OK 所以这个好像在你那样的一个 小小的年纪里面 却是感受到他们对你的一种 一种爱 一种亲密 是 就是一种陪伴 一种愿意把他们的时间花在你身上 OK 所以这样的一个 可是你刚刚讲说这叫做主要 那你还有不一样的向度的选择吗 如果是另外一个向度的话 可能是第一向度 所以也有这种可以给你比较多弹性的是吗 对 就比如说物质上面 我可能会说我想要买什么小说 我想要去哪里玩 对这种时候他们还是会可以满足我的 所以在管控掌控比较是跟课业有关系 对 但其他的需要就给你比较大的自由 对 就不要影响到课业的情况下 还是会给我这种自由的 所以当他们也满足你其他的这种物质上的需求的时候 是不是你也同样的也有感受到他们是爱你的 是 所以也还是落在这个比较靠右边这样的这边的向度 对 OK 好 我们好像比较能够了解MOOC你的成长 在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的环境当中 那不晓得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 不管是比较偏向在课业上跟成绩比较有关系的这种掌控 那其他的部分可能比较弹性一点 但是基本上是给你一些让你感受到爱的一种亲密感的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 在你的记忆当中 你会最常有的情绪或者是未被满足的需求是什么呢 可能还是就是说就是常被跟哥哥拿来做比较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因为包括大家庭这件事情也是就家里的其他跟我同辈的人都比我大很多 都是可能五岁起跳然后甚至十几岁那一种 所以导致常常在家庭聚会的时候 就是他们年纪大的会跟年纪大的玩 然后就导致我一个人会在旁边被稍微孤立了一下这样子 所以你在你们的家族里面就是那个年纪最小的 对年纪最小 或者是在你的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跟哥哥差了七岁 然后你在其他的这些亲戚当中的小孩子 也是最小的 也是最小的 也就是说你的父母亲生你原则上就是比较晚生的 对我好像没记错的话 我是家里里面唯一西元2000年 2000 对 就是21世纪的小孩子 对对对我是唯一21世纪出生的 其他的都是20世纪的 对 OK 所以当你在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里面长大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什么样的一种好像没被满足的需要 就可能是没有被看见的感觉 常常在这么多家族的人当中你你却是被忽略的 对就甚至有时候可能家庭聚会的时候我哥哥没有去 就只有我一个人出现的时候第一句话也是被问说 你哥在哪里 大家比较在乎哥哥呢 因为可以跟他们一起玩 对啊 而且又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人嘛 就大家都会比较想要跟他谈啊 这个一个小孩子这个小鬼到底可以讲什么就也不会想要去跟他玩什么的 所以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 虽然人数有时候还蛮多的 可是你就是大家不会去注意到你 不会去谈论到你 不会去这么care你的存在 因为你还那么小 嗯 对 大家也没办法跟你玩也不太想要跟你玩 嗯 对 所以你说你就会觉得好像你都没有被注意到 对 嗯 所以那是什么感觉 那会是一个什么感觉 就可能是觉得很孤单 然后会有点受伤的感觉 受伤 我没有办法去参与他们的讨论 因为他们可能在讨论要考哪间大学讨论出社会的一些工作的时候 我还在念国高中的时候 那我就没办法参与 他们也没办法参与我的讨论什么的 嗯 就觉得很没办法融为一体的感觉 嗯 就虽然说人很多 然后每次家庭聚会他们都会说 哦 大家聚在一起好快乐好热闹 嗯 但每次我都还是觉得说很 没有存在的意义的样子 OK OK 所以大家很快乐 大家谈得很尽兴 可是你插不上嘴 对 你却在这个这么这么快乐的一群人当中 你自己却是那个感觉到孤单的 对 然后好像有点失落 有点受伤的感觉 是 OK 好 那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当中啊 每一个人的这种个性的形塑都跟他的原生家庭跟他成长的历程很有关系 那你在你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所形塑出来的你的个性你的风格 对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现在你比较大了你已经成成人了你觉得是是一种祝福 好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历程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你来讲会有一些限制或者是拦阻的 限制拦阻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很容易跟被被其他小时候被被比较习惯了 然后就变成我自己很常拿自己跟做其他人跟比这样子比较 所以不自觉的就会想去跟别人做比较 对 OK 那当你不自觉会想要跟别人做比较的时候 他会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太大影响 可能就是会让自己有个小小自卑感吧 可能就是看一直看到对方哪个地方很好很好 然后就会又想到说跟自己也是哥哥也是这样子比较 然后都只会看到对方的好这样子 就看不到自己的好 其实自己也不错了 可是去跟一个比自己更强大更优秀的人比 当然就好像觉得自己相形之下 自己是比较不足的 自己是比较自卑的 对 OK 那这可能是也不知不觉的也会对你产生这样的一种 这种比较负面的感受 但是正面的呢 对你来讲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似乎也让你形成了一种 你在面对事情会有一种不同的一种态度 对 像我这样子 因为被孤立习惯 然后就想说那我就只能自己生存 会比较独立一点 然后再就是在团体里面 可能朋友团体或是同学团体里面 我会比较希望可以被看见 然后就会为此做一些努力之类的 OK 所以你会希望被看见 对 然后你就会因为你要达到这个被人家看见这样的一个动机 这样的动力 你就会更加的努力 然后就会有一些 对事情来说 就是勇于挑战的精神这样子 你可以举一个 在你过往的经历里面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动力 让你会去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挑战 然后你能够达成一个 可能也许本来自己 不一定认为自己是可以做得到的 这样的一个例子吗 举个例子的话 我大概就是我大二的时候 那时候我参加系学会 然后准备要选会长的 我刚刚有说就是会比较想要被看见 那我就会变得想要去挑战看看说 那我可不可以去升任这个会长的位置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决定去参选 然后当上会长后 也是努力想要大家被看见的感觉 所以后来你成功的当上了会长 对 OK 那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会长的角色上面 你事后来看你有什么样 觉得自己回想起来 还觉得蛮自豪的吗 不一定是自豪 可是我对于这一年来 我做的事情算是可以问心无愧 这样子就是有冤满达成的这个位置的任务 的这种感觉 OK 所以你不但去得到这个名分 你也把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所要做到的 你都有去努力的达成 是 OK 没有去辜负这个职务 他所被赋予的一些责任 嗯 对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因为在上一集当中 我们有聊到了你 跟你的朋友 你的这个好朋友 这位 有九年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好朋友 你们的一种相处 你们的一种互动 哇 真的是让我 蛮佩服你们这么年轻 可是你们有这样的一种 生活的智慧 那你觉得这个跟你的成长历程 有什么关系吗 嗯 跟成长历程有什么关系 对 你觉得自己这样子想一想 自己的原生家庭 这样的一些状况 然后跟你后来的这个 你在跟这个朋友的互动 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好像也是有时候会 不自觉的想要跟他做比较 因为像上一集我就提到说 在读一本书 上次是说读日文这本书 然后我就看他读完了 然后我做跟自己比较 然后我只翻了十页这样子 还是会做一下比较这样子 OK 但这个比较 似乎没有造成 你们之间的一些冲突 或者是一些负面的影响 对 就是像很多人他会想跟对方比较 那就是想要去赢过对方 对 虽然是我跟他做比较 但是不代表我会想要去赢过他 我会觉得说 那他是很 那他有这样子很棒的特质 那我应该是要去学习 学习 对 对 我觉得你的那个比较啊 其实好像是用一种 比较正面的方式 去呈现出来 就是在对方的身上 看到自己的不足 然后会想要去 从对方身上去学习 对 所以这个影响 我觉得好像在过去 你可能在原生家庭受到的影响是 似乎是让你自己是比较感受到负面 可是你把它转换成一种 在你后面的这个朋友的身上 你是希望可以跟他去学习 对 OK 我觉得这个影响看起来是一个 还蛮正面的影响 对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吗 其他的影响吗 比如说我直接提出来说 你说你跟你的家人比较直来直往 好像有很多的冲突 可是你跟你朋友不会 对因为我跟我朋友就是 也都是直来直往的 就讲白了就是心脏很大壳 所以我讲什么直话 他也会讲什么直话对我说 所以我们两个都很直来直往 所以也不用担心说 好像会伤到他 那你在跟家人也会这样吗 对啊 可是就不太一样 是虽然说我跟那个朋友直来直往 但是我们都知道彼此的底线是什么 不会去踩到他 不会去让他说 我知道他这个会生气 那我就不要去讲 没有就直来直往 不是那个很白目的 说对方的坏话什么的 但是可能跟家人的话 他们就有时候会直接说 啊你就这个做不好啊 你这个就是要再改进啊什么的 会用一个比较 让人不舒服的方式 叫你去改 啊可是如果跟朋友的话 可能会 适直的就是说 直接说 哎你这个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就是让对方自己发现出自己的问题是什么 这样子的感觉 嗯 所以你好像说在跟朋友的这个自来自往当中 有别于你的家人对你 你好像觉得你跟朋友彼此之间一方面比较了解对方的底线 嗯 然后再来你们也用一个比较能够尊重对方的方式去互动 对 所以在跟家人里面有时候好像也就比较不会有这种底线去考量对方的感受的这个部分 他们比较没有想到那么多 嗯 OK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异 是 好 那最后 嗯 一样如果这个好朋友正在收听 你想要对他做一个什么样的祝福吗 你有想要跟他说一个什么样的祝福吗 嗯 祝福的话 嗯 虽然说吴君他到底特别特别听 搞不好他就找到了 就像你上次这样的 他就他就哎 很好奇的想要听听看你到底说了些什么 哦好 那如果你在听的话 那就 希望我们两个的未来都可以顺顺利利 不要像以前那样子那么坎坷了 那就算很坎坷 我们两个应该还是会互相讨论 那就多说再互相支持 就这样子 好 在今天第二次跟木可的一个访谈当中 我们聊到了木可他的一个原生家庭成长的历程 那我发现说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一种形态当中 可能他自己是一个排行上是他是第二个是上面有一位大大七岁的哥哥 那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常常被比较 然后因为这个哥哥很优秀 所以他需要找到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角色 一个位置 那还好是在这个家庭里面 他能够感受到 虽然父母亲有时候对他在课业上是比较有一些管控 有一些限制 可是还是有让木可感受到父母亲对他的爱 所以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虽然有孤单 虽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受伤的感觉 可是他在这里面所得到的这个父母亲给他的爱 我相信还是让他能够顺顺利益的走过这样的过程 虽然他刚刚最后有讲到说 他们彼此过去都有一些坎坷的历程 我想每一个人人生都有一些坎坷的历程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事后的角度回过头来看 每一个坎坷也许都是一个化妆的祝福 我们能够用一个长大成熟之后的角度 来回顾我们过往的经历 就像我们现在在看我们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 虽然有一些东西好像在当时 我们会用一个比较小孩子的眼光去看 也许带来的是比较负面的 但我相信大多数的父母亲主要的照顾者 他们都在用他们认为对孩子最好的方式在做 只是也许对孩子有时候造成的反而是一种受伤的感受 那希望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 不管是对身为父母亲的 或对于孩子的长大之后 我们都可以用一个长大成熟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